各位爱多美家人们,大家早上好! 我是来自东马的麦琳,也是爱多美的新华大师兼领袖俱乐部成员,请大家多指教。 今天我很高兴可以在千人舞台跟大家分享,有很感谢公司给我这个机会在这个舞台上做分享。 在开始之前我想问大家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在座的各位有谁是觉得你们是来自普通家庭的, 然后想要出人头地,必须靠你自己的,可以举个手吗? OK,谢谢。 第二个问题,你们当中有没有觉得自己是有钱人的小孩, 然后你想要创业的时候,你父母可以给你一些助力,一些帮助的吗?可以举个手吗? 谢谢。 最近在网络上疯传一个帖子,叫做寒门在南出柜子, 就是说我们普通人的小孩呢,如果说想要出人头地,想要创业成功的话,比我们上一代的人还要难。 这句话呢,引起很多人的讨论,你们觉得有道理吗? 像我啦,像我是来自航门,或者什么门都没有。 我的爸爸妈妈是没有读过书的,但是我觉得我很幸运, 因为呢,他们即使没有读过书,然后他们知道读书很重要。 然后他们辛辛苦苦呢,都把我们四个兄弟姐妹呢,都攻上了大学,把书读完。 然后呢,从小呢,我也没有特地去和有钱人的小孩去做任何比较,说明有没有什么不同。 但是我必须讲的就是呢,有钱人的孩子,他们有很多的优越的条件,是我们没有的。 他们有很多的shock card也是我们没有的,但是我没有抱怨。 因为我知道,这个世界上本来就是不公平的。 有些人呢,出生就含着金汤匙,有些人出生连爸爸妈妈都没有。 英国呢,有一部纪录片叫做《人生七年》。 片中,他访问了12位来自不同阶级的7岁的小孩, 然后每7年呢,都去访问回这些小孩。 在影片的最后,你会发现呢,有钱人的孩子还是有钱人。 普通人的孩子还是普通人。 但是呢,里面有一个叫尼克的小孩,他来自普通家庭。 他通过自己的努力呢,成为了一名大学教授。 可见呢,我们的命运首长呢,是有肉碗之鱼的。 起初我觉得,我们普通人很难成功。 因为我很努力地读书,然后我很努力地在银行打工了7年的时间。 然后我创过两次业,一次在我23岁,一次在我26岁。 两次呢,我都是创业失败。 我告诉我,然后我的负债是6位数。 我告诉我自己,如果第三次在创业失败的话,我觉得我这一辈子应该不用放生了。 因为我不知道如何去还这些负债。 然后呢,我很幸运是我第三次创业的时候呢, 我选择了爱多美这个平台。 因为爱多美它是可以从零开始的,完全没有风险的。 我就是靠这个爱多美平台呢,让我成为一个普通人可以反转我的人生。 还清了我所有的负债,然后呢,还买多了三间房子。 还赚到了一个均衡人生。 当然不止我,爱多美已经帮助了数不胜数的普通家庭,改变他们的人生。 爱多美它就是一个改变人生的平台。 我们给爱多美一个热力的掌声。 当然我不是第一次就看懂爱多美了。 我是有三个不同的人跟我讲爱多美之后,我才看懂的。 在座的各位,有谁是第一次就看懂爱多美的?可以举个手吗? 你们都很厉害,因为你们第一次就看懂了。 那么Why Atomy? 为什么我会加入爱多美? 有两个方面让我改变。 我先讲公司方面。 在爱多美呢,我看到了爱多美和别的直销公司不一样。 我在爱多美看到了自由和保障。 我这辈子的愿望呢,就是找寻自由和保障。 我希望我工作了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之后呢,我可以不要再做了,我都有不在职的被动收入。 我相信不只我想,我相信在座的各位都想,对不对? 在座的各位,你们想不想自由和保障?想不想? 想啊,我也很想。 但是想归想,这个世界上只有少过8%的人可以得到自由和保障。 所以你知道吗?我一直在研究,一直在想办法,一直在找机会。 我告诉我自己,如果有一个事业或者是一个行业,可以给我自由和保障的话, 我愿意花我五年,我愿意花我十年,我愿意花我十五年,我都要得到它。 我就是在爱多美,看到了自由和保障。 我努力地冲刺,我告诉自己,再苦再难,我都要在爱多美取得成功。 但是呢,我的经营呢,没有一防风顺。 我用了四个月成为销售大师,然后呢,我用了两年才成为了壮实大师。 但是我在经营的路上呢,我的三个销售大师变成了销师大师。 不见了,我被迫要重新开始,我重新调整我自己,我从振起股, 我重新回到这里学习。 然后我就是这样子坚持,坚持,坚持了五年,成为了玫瑰大师。 坚持了五年半,进入冷秀俱乐部,坚持了六年,成为了新冠大师。 其实我要讲的就是,我可以做得到,你们也是可以做得到的。 我们每个人呢,可能遇到了瓶颈,或者你卡在任何的阶级, 或者你的情况跟我一样,我告诉你们, 这个只是一个过程,就是你成功必须经历的过程罢了。 所有的拒绝,所有的困难,所有的人水, 都是在磨练那个未来成功的你。 第二呢,在爱东美呢,我看到了我可以拥有自己的事业。 很多人觉得不要做爱东美,可能觉得他是一个推销, 他要卖产品,他要找人。 可能我这样举个例子,你就会明白。 今天呢,如果你替A公司打工的话,你的名字叫员工。 为什么叫员工呢? 因为市场是归公司的,不是归你的,你只是拿工资罢了。 今天你是替A公司卖产品的话,你就是推销员。 因为市场不是归你的,是归公司的。 任何行业,只要市场不是归你的,你不是员工,你就是推销员。 今天你代理A公司的产品,那么市场归你的话,你就是老板。 任何行业,只要市场归你,你就是老板。 所以我可以很大胆,也可以很大胜地跟大家说。 今天你在爱东美发展到钻石大师,发展到玫瑰大师,发展到新冠大师,发展到皇家大师,发展到王冠大师,发展到宗文大师,所有的市场都是归你和你的世世代代的。 全世界呢,你找不到一间公司,一个行业呢,是可以给你产品去开发的。 然后呢,市场是归你和你的世世代代的。 我告诉大家,你一定找不到。 所以呢,我觉得我很proud,也是很骄傲的。 因为我加入爱东美呢,我所做的一切都是和我的世世代代有关系的。 我的孩子和我的下一代有关系的。 所以我们觉得,我非常幸运加入爱东美。 因为爱东美它愿意把最好的产品给我们去开发。 然后呢,把市场呢,永远都归我们,风险归公司的。 爱东美公司呢,它承担了开发风险,市场风险,行政风险,所有风险都是由它承担。 所以呢,我们把掌声送给爱东美公司。 还有一点呢,就是,在爱东美呢,我可以自己做主。 我可以自己做主的话,我就可以掌控一切。 你想想看,今天如果说我是上班的,掌控我的是我的上司。 他要我升就升,他要我下就下。 今天,如果说我是做传统生意的,掌控我的是市场。 我会遇到什么风险,我自己都不知道。 但是呢,在爱东美呢,我可以自己掌控。 你要五年上转时,没有问题。 你要三年上转时,也没有问题。 你要一年上转时,都没有问题。 因为你的决定,你的努力,你说了算。 所以呢,当我们可以自己掌控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规划未来。 因为你说了算吗? 你只要设定好目标,然后呢,在期间呢,把自己变得越来越好,越来越优秀。 把全部东西都学好来,这样子你就可以成功了。 全世界你很难找到一个机会,是可以让你自己去掌控,自己去规划的。 我告诉大家,我们都很幸运爱,因为我们加入了爱多美。 请你不要轻易地放弃爱多美。 不要把自己觉得自己太小,因为有一天,你可以在这个舞台发光发热了。 第三,我要讲的是,爱多美试错成本低,但是错过成本非常的高。 为什么我这样子讲? 很简单,我们普通人没有试错成本的。 我们创业失败一次,可能就一辈子不能够放生了。 我创业两次失败,我的试错成本是6位数。 但是爱多美呢,你可以从0开始,你没有风险的。 你可以试错一次,试错两次,试错三次,都没有问题。 但是,如果你在第四次,第五次成功了呢? 再来,为什么我讲说,这个错过的成本更高? 我想讲一个,我自己的一个小小的故事。 我在东马古近的时候呢,我的一个college朋友,他找我喝茶, 然后我们就约在一个咖啡厅,然后呢,我们在那边喝茶的时候, 我发现他多带了三个人。 这时候我讲加拉了,对不对? 他要介绍我什么罗帮,什么砍头,什么opportunity了,对不对? 所以呢,真的,我到那边的时候呢,果然来了。 那个,他讲说,哦,这个是韩国人,他会讲英文的。 他们是来自其他的韩国公司,要进军马来西亚,然后呢,他就告诉我,我们也是类似爱多美。 OK? 我讲说,然后他们也是免费加入的,然后他们的分数可以永久累积的。 所以我听到这边,我告诉他,永久累积的话,你有条件的吗? 有,要maintain。 这样我没有maintain呢? 归零咯? OK,你要maintain多少呢? 大概两百块钱? 哦,OK,OK,blah blah blah,我的故事到这边。 我是只是想跟大家讲三个重点,我没有讲那间公司不好,我只是想说有三个重点,我必须point out。 第一个重点呢,如果有maintain的公司呢,我看不到保障,因为我觉得会带来两个压力。 第一个呢,就是会员的压力,会员可能会强制消费一个月,两个月的时候他觉得还好,但是他如果消费到六个月以上的时候, 他觉得说,嗯,好像有一点压力,然后他找不到人,看不到结果的话,他就不见了,然后我们重新再找人。 第二个压力呢,就是囤货的压力,会员因为买而买,买到最后呢,家里一大堆的货,然后呢,他要把它变成钱的时候呢,他就把它卖出去嘛,用便宜借钱卖出去,然后呢,就造成了市场竞争。 所以呢,我在爱豆美呢,看不到这些东西,因为它颠覆了传统,我在爱豆美看到了这个保障。 第二个呢,我在爱豆美看到了,爱豆美的产品呢,就是它的灵魂。 给我来讲啦,很简单的,如果我不做爱豆美,都要买爱豆美的产品呢,它就是一个好产品,很简单的,我是男的嘛,对不对? 所以呢,我很喜欢爱豆美的绝对品质,绝对价格这个策略。 它会吸引消费者,即使不做爱豆美,他都会买,而且越来买越多,甚至会帮忙转介绍。 这个是我要的,因为它可以帮助我们的业绩嘛。 第三,我要讲的是,我很喜欢不用maintain,然后呢,这个会员呢,他们可以一直累积分数到对碰为止。 我觉得非常良性,因为这样子的话呢,我要的是那个转化率,我要那个消费者转化成为经营者。 所以这个制度呢,可以促进这个消费者转去经营者。 所以这个是我非常喜欢的。 所以为什么我讲说,错过的成本非常高? 因为呢,我们可能一百年都找不到这样子的公司,对不对? 所以呢,你有多少钱,你都买不到这个机会了,各位。 再来,你没有错过爱豆美。 我想讲一下这个市场,今天如果你的格局够大的话啦,我告诉大家,你的这个市场是越做越大的。 因为我们一直开发新的国家嘛,不可能越做越小的嘛,对不对? 但是如果你跟我讲,mint,我没有这样子的格局哦,怎么办呢? 我们用数据讲话咯,我们用马来西亚的数据来跟大家讲就可以了。 马来西亚有3300万人口,对不对? 然后呢,我们的爱豆美只有,回约会员只有800千罢了。 证明说呢,我们在这个市场只占了2.5罢了。 如果说,我的数学不好啦,但是我知道100-2.5等于97.5,这个就是我们很大的一个市场。 如果你到这里,你都还没有听明白的话,没有关系。 我告诉大家,我有一个预测未来的能力。 我知道七年后的马来西亚是什么样子的。 大家都有去过韩国考察吗? 如果说没有去过韩国考察的话,一定要积极的去参加这个韩国考察。 在韩国考察呢,很多人考察了公司的这个系统啦,公司的总部啦,或者是我们讲的就是科码公司啦等等,对不对? 所以,所以我考察的是,爱豆美14年过后还能不能做,它的这个风景美不美。 所以呢,当我在考察的时候,我看到为什么在爱豆美14年了,它的经营者比这里多好几倍。 然后呢,我看到很多人晋级成功,有Oni啦,有Opa啦,有什么啦,对不对? Opaさん什么都有,他们都晋级的玫瑰大师,新冠大师以上。 所以呢,你看到吗?这个就是愿景,这个就是我们去年后马来西亚可能有的愿景。 所以呢,如果你错过的话,非常可惜,各位。 第四呢,我要讲的是传承。 我要我的下下一代都得到保障。 我们现在已经进入AI和机械化的时代了嘛,对不对? 所以呢,代表说我们很多工作呢,都会被收到威胁了。 所以很多人讲说,AI罢了吗?怕什么? 可能我讲一点点,可能你就会觉得有一点威胁感。 我讲最厉害,我们的最出名就叫做CheckGBT,好不好? CheckGBT呢,你只要给它一个指令,一个prom的话, 它可以比我们任何人还要聪明。 今天我举个例子啦,我自己的案例,像我孩子啦,三岁, 然后呢,他有一天发高烧,高烧不退了, 我立刻带他去专科医生去看,然后那个医生讲说呢, 你孩子发烧罢了,给发烧药,这样子我就回去了。 第二天呢,我孩子反而更严重了,一直拉什么都有, 然后呢,我没有办法,我跑去CheckGBT那边问他, 我给他一个指令,我讲说,CheckGBT, 假设今天你是12年的儿童专科医生, 我的孩子伤税,发烧两天了,都不会好,怎么办? 他得了什么病? 他跟我讲说,哦,你好,我是12年的儿童专科医生, OK,然后呢,你的儿子呢,可能得了流感A,流感B,流感C, 或者是COVID,哦,这样子,然后他,COVIDA, COVID的这个症状,流感A的症状,流感B的症状, 流感C的症状,所有都写出来, 我一看,OK,可能就是CheckGBT了,流感A, 然后呢,然后呢,他还继续在底下写哦, 他讲说,哦,你的孩子如果说低于38度的话, 属于低烧,这样子可能就是喉咙发烟, 哪里发烟罢了,所以我看到这个地方, 哇,我就立刻带我的孩子跑去那个专科那边, 好,不用讲太多了,我就讲你直接帮他验, 果然,CheckGBT,流感A, 所以呢,你看到吗,因为你得到流感, 它有一个东西的,就是你要有那个流感药, 没有的话,它很难选拟的, 如果我孩子如果没有发现得早的话, 他就会禁愿了,所以流感是很重要, 所以你看到AI是这么的厉害, 当然不止这个AI,它有很多的AI, 可以帮助你设计物质的AI都有, 再来我们讲这个机械化, 这个机械化,你看到, 我有看过那个自己在那边炒菜的那个厨师, 那个机器,这样子自己炒的, 我不知道几十个农村到马来西亚, 但是我已经看到这个东西了, 它可以取代什么,取代厨师, 还有呢,我看到那个中国的节目, 还有那个无人机, 无人机,哇,可以是非,可以播种, 哇,我觉得够利, 这样子可以取败很多的人工, 不要讲这样远, 我以前是做银行的, 我前面四年啊,满到半死啊, 每天做的没有聘业没有业的, 突然间啊,那个bank啊, 换policy啊, 全部用machine啊, 全部customer migrate到那个machine的时候啊, 我告诉你们, 我们在里面拍仓营啊, 真的, 我怎么怕被, 对, 但是我好一点啊, 我被调走, 你看到吗, 这个就是危机感, 这个就是危机感, 虽然我觉得说, 我不懂即使AI会结合机械, 成为更正取代人员, 但是可能, 在我们这一代, 或者下一代, 对不对, 我不能肯定, 因为连电动车, 都有人发明啊, 这个东西很难解释, 所以我要给我的孩子就是保障, 我今天我留给他, 四栋电屋的话, 我觉得没有什么保障啊, 因为, 那你知道那时候行情坏呢, 房地产可能泡沫呢, 下滑呢, 或者他什么原因, 把这个房地产卖掉呢,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最有保障的就是现金流, cash flow, 我想问啦, 如果你的父母是做爱东美, 他每天给你五千块花, 你要吗, 你要吗, 我现在做个调查啦, 如果你要你的父母给你四栋电屋的, 可以举个手吗, 今天你要你的父母给你每天五千块花的, 可以举个手吗, 哇老耶, 你们太聪明了, 小孩才做选择, 我们两样都要, 对不对, 所以呢, 在爱东美呢, 我们要做就做传承的事业, 哪里有, 爱东美, 今天AI, 机械化, 我告诉你, 取代全世界都好啦, 但是它取代不了人的消费, 所以爱东美是做什么, 消费市场的, 永远不会被取代, 再来我要讲的是这个成功系统, 我们爱东美的成功系统有ABI, ABC, 然后呢, CH Atomy, 它是属于网络上学习的, 然后呢, 我们的线下呢, 有中心一日研讨会成功学院, 这是我们线下的系统, 你看到吗, 这个就是我们育人流人的系统, 大家要很注意, OK, 我们这里呢, 其实, 我举个例子啦, 我们这里就是一个氛围嘛, 对不对, 一个充满创业的氛围, 我们全部都是爱东美的创业家, 对吗, 我们都是来自全国各地的爱东美的创业家, 所以呢, 我们的能量这里是很高的, 我们可以影响到任何一个人, 今天我不排除, 每个人都有三分钟热度的, 很多人都有, 我自己都有, 所以呢, 我就是, 不是一开始就这样子坚强的, 我就是在这个系统里面, 不知不觉, 给被影响, 然后呢, 变成一个光性, 一种习惯, 渐渐的我就变成了这样子, 然后呢, 我以前是坐后面的, 对, 然后我就是一直跟着前面的领袖学习, 学习他们的方法, 学习他们的经验, 学习他们的思维模式, 渐渐的我就从后面那边, 慢慢慢慢变成前面, 变成他们的一部分, 所以呢, 我觉得啦, 我想要讲的就是, 我总结, 我们人都是差不多的, 对不对, 差不多的, 只有这个地方不一样罢了, 我们的大脑不一样了, 所以你只要愿意来这里学习, 如果说你的脑不好, 拿来这里format一下, 如果你的脑觉得OK, 你来这边setting一下, 然后upgrade一下, 你就是下一个创业家, 成功的创业家, 因为爱多美, 因为爱多美的成功系统, 它让这个世界上, 少了一个打工主, 少了一个两次创业失败的失败者, 但是呢, 它创造了一个国际的企业家, 我的分享呢, 就来到尾声了, 我告诉大家就是, 爱多美它给了我, 我要的生活方式, 它给了我美满的家庭, 它给我, 让我有机会在这边, 给我自己创造一些价值, 所以呢, 我希望今天, 每一个普通人呢, 都可以在爱多美, 改变你们的人生, 我们高峰见, 谢谢。